近波疫情引起不少忧虑和担心 好像网上封传一段影片 有人将水喉水滴落快速测试棒上 居然得出阳性的结果 令人思虑究竟是水质被污染 或是检测包入品质问题 坊间还有人尝试将可乐和橙汁滴落快速测试棒 同样出现阳性结果 只不过可乐和橙汁照计不会有病毒 莫非当中产生化学作用 到底可乐、水喉水和橙汁 是否可以制造出阳性结果呢 我们就用坊间三种不同牌子的快速测试棒测试一下 等了15分钟后 照眼看A品牌全部都阴性 单看真一点 可乐和水喉水的测试棒 都有很淡的粉红色出现T区 至于B品牌 很明显看到可乐和水喉水的测试棒 T区的线比A品牌更为深色 橙汁更加有明显的阳性结果 最后C品牌的水喉水测试棒是阴性 可乐的T区线比较浅 橙汁就深得多了 原来这个结果和饮品的酸碱度 即是PH值食食相惯 很相信因为你们用的标准 他们的酸碱值是特别酸性些 在酸性的情况下 出现假洋性的机会是比较大的 ABC品牌 纵使其实你没有一些真正的抗原栗 没有一些真的新冠病毒 但是那个抗体在测试器上面 测试棒上面被你的汽水冲出去 果汁冲出去的时候 那个结构绝对有机会 因为酸碱值的情况下它改变了 B品牌 你直接加水进去也会出得到 所以你看到可能它的灵敏性 是会有些不同 报纸很担心的 就说水里面是否有菌 这个机会性不是说没有 但机会其实是很低 另外有医疗专家说 部分检测套装的溶液 可能含有毒的化汗物质叠蛋泛蠟 如果不慎舍入或接触 就有机会影响人体健康 外国更加至少有200宗中毒个案 始终现在每天上班之前都要做 每天用的东西有毒 怎么也有点害怕 正常使用 正常使用 不会一路走一路弄 不会在地铁那里弄 也不会的 其实里面的汇充液 里面的确有些防腐剂 或者可能有些类似新潔症的液体 它的目的就是要去拆开那个病毒 令到它里面那些抗原能够显露出来 所以其实市面上的确是有一些 Phylococcus活冲液里面那些物质 在日底是有的 淡化蠟其实是在一般发现所 或者一般的试剂里面 都是比较常用的一个防腐剂 如果碰到皮肤的话 就可能会有红肿 甚至可能会有些刺痛的感觉 吸入了的话 其实可能会引起低血症 然后会有头晕 头痛甚至心胃的这些问题 如果吸入太多 也有可能会呼吸衰竭 甚至有死亡的风险 不过市民跟着指引来做都会安全的 所以其实如果碰到皮肤 用水去清洗 其实就没问题了